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今天这大盘 坦白来讲连我也吓一跳 我似乎低估了政府护盘的决心 今天早上一开盘前 我一样告诉我的客户 我说下礼拜磨胎结算 以目前这个状况看起来 外资持续在卖超 融资持续增加 理论上来讲会有个卖压 那我想如果今天过了16,140点 那个压力会出来 结果今天大盘不得了 一路开高往上震荡走高 厉害厉害 中长收盘 不但收复了我跟你讲的 16,140点 连16,300点都收复 涨245点 开高走高 当然这个 一个拉高上去之后 我想大多数的人 都松了一口气 除非 除非有些人到现在还在乱放空的 那么这个行情 我会出乎我意料之外就是 你看 今天涨的股票 高价股居多 高价股居多 前一阵子高价股修正很厉害 所以我想散户 有的 不多 可能也是 有的也是套住的 要不然就被洗掉了 所以这个盘 我想 它今天会拉高价股 有一个用意就是 因为拉高价股 多少成交量会比 拉中低价股 要来得大 免得被人家落入口实 说哎呀 这个成交反弹无量 那今天大多拉高价股 全职股嘛 所以今天成交量2971亿新台币 对不对 那 还是不够啦 不到3000亿不够啦 所以像这个今天很强势的嘛 好来我们看台积电2330 今天涨15块钱 可台积电涨15块钱 在这里 它还没有脱离危险 这季线嘛 只不过理论上 台积电从去年11月 美国总统选完之后呢 它第一次跌破季线 而且是 679 跌了100块钱之后 再用跳空的方式 破季线 那 大多数的散户都套在这里 你看这个就知道 你看 从这边开始 融资余额开始持续增加 对不对 等于这一块散户是一路这样套过来的 从这里开始 这边开始一路套过来 好 所以理论上台积电基本上来讲 它反弹 我觉得最大原因在这里 每次外资大卖就是短线低点 很好玩的事情 你看 这里大卖 卖这里 有没有看到 我就算给你卖到最低 就算给你卖到最高 最高 外资你卖最高 全部都你卖的 整理完还定过 你看见没有 还过高 那极端线 你大卖 都有一个小反弹 再破在这里 对不对 你卖的越多 就直稳了 这5007就是不破 所以我们政府护盘有功 要拍拍手 因为你撑住台积电 其他第一个指数撑住半边江山 那投资人也比较不会担心乱杀股票 那政府在用心良苦 你看台积电 这个季线 这个季线这个地方 金融股创新高 前几天的富邦金没有过高 结果今天轮到国财金创新高 所以你看金融指数 纺织指数 连食品都创新高 但是这些不是人气股 不是我们散户朋友 有的股票 所以四月份的新标股 你一定要抓住方向 一定要记得 你现在没有 没有关系 可是下礼拜一定要有 因为政府摆明告诉你 我不想让这个盘大跌 对不对 你外资你提款你卖 你卖台积电 随便你卖 你能卖多少 对不对 而且外资卖超台积电 除了他们认为说 台积电比较好进出 可以提款之外 最近有一个言论 就是英特尔 他盖金元厂 会影响到台积电 他要抢他的生意 金元代工 那金元代工产能 以前不是吃紧吗 不是德国 日本 政府都跑来我们 台湾 拜托 拜托 我们把产能挤出来给他 缺晶片 那你这次英特尔 好 你要砸钱 要盖晶圆厂了 那你那个晶片的产能供给吃紧 就会趋缓嘛 那趋缓你不要等到趋缓 你要先想 它会到什么 股价都想在前面的 所以呢 各位想想看 你拿不到金元 谁跳脚 IC设计业者嘛 出不了货嘛 对不对 那你能够有产能 你IC设计业者拿到货 你才能出货给你客户 才可以收钱 EPS才可以上来 所以为什么联发哥相对强劲嘛 外资卖台股 卖了个死去回来 你看 开始转买 而且你注意看 来 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看见 联发哥 展现多强的决心啊 在季线这里打双脚 用跳空方式一根长红 直接把你股价拉到这里来 远离季线 你懂意思吗 离季线越近越危险 所以你知道控盘者的一个用心啊 他不去拉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外资还在大卖嘛 对不对 所以控盘者转是怎么样 去护联发哥嘛 那联发哥他护 他不但护哦 他告诉你说 我是来真的哦 我两根长红把股价拉到这里来 跟季线 本来在季线这块破了 现在拉到这里来 对不对 所以关键就在这里嘛 那你没有联发哥 没有关系 你要想 接下来 IC设计当中 会受到这个而激励 这个就是重点了 来 金星科 他是少数高价股当中 超过500块以上股票 今天创新高的 我讲一讲创新高 很多高价股反弹而已 他是少数高价股当中 创新高的 很可惜啦 分盘交易 这代表 大多数的散户都被扫出去了嘛 都没有了啦 那你看 这什么 外资 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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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那你没有金星科 没有关系 我跟你讲 因为你只要趋势抓到对 你就可以复制下一档金星科 我也坦白告诉大家嘛 对不对 来 莲勇 莲家军的 3034莲勇 得产能者 得天下 他跟联电的关系好不好 对不对 他跟联电的关系好不好嘛 所以在 范莲家军集团当中 这一档联勇 3034联勇 今天创新高 而且我认为 他比金星科 更具指标意义 为什么 你来看嘛 联勇股本60亿嘛 对不对 金星科4亿嘛 阿贝纳币 4亿跟60亿 股票差15倍 筹码多了15倍 所以 当你金星科创新高 我还不敢确定 可是当联勇 他能够创新高 那你就要知道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也讲 这里 整个 一个长虹突破嘛 那我讲 大家就 拭目以待嘛 因为其实我们的股票 我跟各位讲 我买完之后 我不可能天天跟各位也讲 那甚至联勇 他是极少数 我留下来的高价股 我前面高价股出掉很多了 我是获利卖掉的 对不对 我获利卖掉 接下来我的客户手中有钱 我才能做其他股票 那有些人 股票是报上又报下 那联勇这档股票 我们先前买了 因为受到高价股 震荡拉回影响 我们一开始买 也套住 那后来我们在低点 我加码了两次 我加码了两次 我一共买三次 那今天呢 股价脱离我们成本区了 很开心 对不对 今天一根长虹 直接带跳空 越过创新高 上场没有压力了嘛 那 那 我说股票在涨 或股票我们赚钱 你不能因此就 就买歪了 你要知道说 当你的股票创新高 你能不能衍生出来 接下来 你该往哪个方向布局 这是各位所要的嘛 所以我讲 其实联勇 金星科创新高 他分别代表着范连家军 以及嫡系联发科集团当中的一个资金 已经开始怎么样 立拱了 所以联发科 带头 联勇 老二 冲第二 金星科 小标股 兼创新高 好不好 你重点是要做事业 你怎么就把新主流转换出来 那我们刚才讲到一个重点 这一次 掀起 吹奏一池春水的最大的 的一个事件 就是 英特尔 他要盖 新的晶圆场 那英特尔盖新的晶圆场 他所做的 一定是5奈米 以下 进到3奈米的 先进制程 那你7奈米以下的 基本上来讲 你的曝光显影的部分来讲 你一定要用到EUV 就是极紫外光的 所以你看极紫外光股票 你看今天 3680的加征 今天大涨 可是 加征基本上来讲 也是在季线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见 很像 跟联发科很像 联发科到季线这边打双脚 但联发科比较强 这个加征 你有没有看见 可是形态上面还没有完成 他还在这个地方 还没有办法过高 可是你应该知道加征 台湾 你艾斯摩尔EUV概念的 EUV 传送盒 光照传送盒 就加征做的嘛 所以为什么加征今天涨 为什么加征今天涨 对不对 那这个大家都知道 因为加征太贵了 300多块钱 这档股票 也是艾斯摩尔概念 也是EUV概念 股价呢 两位数 两位数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一系列 我们再重复一次 一系列就是 未来市场认为 晶圆代工的产能 的供给会 这个景峭会趋缓 所以有利IC设计 那有利IC设计 取得产能 出货之后呢 联勇金星科 联发科 创新高 这个概念 那艾斯摩尔就成为了 各家 这个金融场当中 唯一受惠的嘛 你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 中芯 你都是跟 唯一的艾斯摩尔去拿 光照嘛 那光照部分 就是高价股 加征 下礼拜我还在看 加征 有机会下礼拜 我会布局 我这地方先预告 我先预告 可是呢 这档股票 我认为是人人买得起 因为为什么 两位数 股价我看看 股价不到加征的 四分之一 加征338块钱 这档股票 股价 只有加征的 四分之一 只有加征的四分之一 而且重点是 这档股票 它 它原本是做 航太科技 它正式切入到什么 低轨卫星 两个题材 我只讲到这个地方 中价位的股票 仍然买得起 四月星主流 这点一定要注意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金融广告 马上回来 老师 コン 我只想看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掌握未来 好 那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今天的资金 就是开始转进到 IC设计 以及高价股这一块 电子股的部分 所以当然会影响到 非电子族群的 那你这两天买到 易达的六七六 你不必担心 丁老师拍胸脯告诉你 这个地方绝对不会是高点 只是因为资金 它有个轮动的顺序 那未来有机会 我还会再买 因为最主要 它的权利金 这个1.23亿 只有中国 800万美金已经入账 所以易达 它今年EPS 会从去年的小亏 变成大赚 而且4.17亿的美金 大概约合台并 118亿 贡献易达 一个股本以上 就它今年来讲的话 理论上扣掉一些 费用的话 反而有预估 它赚到7块钱 超过7块钱 所以这两三天震荡 因为资金的轮动 你不必担心 有机会 我会再加码 但是等我通知 等我通知 因为资金现在 你看 像鸿海的部分 也是一样 我三语五话 跟各位讲 我这里要涨 我说你要注意 有没有 从这里涨到这里来 从这里 从这里涨到这里来 我讲完 隔天外资开始买超 外资从3月6号 开始买超 我3月5号讲 外资3月6号一路买 那这不是高点 我的重点是 红海集团当中 墨西哥 或Wisconsin 不管怎么样 就是乙胜 那我也告诉大家 乙胜 这种股票 你不要追它 它因为有当冲的 买 起账点买 我们来股票上 是要赚钱的 不是每天弄一堆 涨停板的 各位懂意思吗 不是每天买一堆 涨停板的 你要再起账钱买 不要追涨停板 丁老师告诉你 对不对 买完等涨停 有没有 告诉你准备过高 你要注意了 有没有 隔天涨停板 你根本不用追涨停板 这不会是高点 这不会是高点 副顶 红海集团的 起账点钱 等我通知 副顶 有没有 你追 绝对被修理 等我通知 全部都有 所有 你只要跟着我的讯息的 全部都有 礼拜五买 我说下周即将发动 礼拜一涨停板 所有讯息的 全部都有 你这样子才能赚钱吗 不然今天这行情 今天突然给你涨到IC设计 突然给你涨到高价股 我问各位 你哪个散户敢中压 前面都买一大堆了 你今天 你不容易赚钱 你不像我们连勇 先买 然后低档又加码 下来之后加码两次 今天创新高 你如果每天追涨停板 你哪有这个资格 能够等到 等到今天创新高 对不对 金星科也是一样 不过金星科 分盘交易嘛 你等它恢复正常交易再说 你等它恢复正常交易再说 其实不必担心啊 我现在重点是 我怕你没有方向 因为今天的盘 我敢讲 很多人盘中想打瞌睡 你看得懂的 你会说 虽然今天这盘有蹊跷 可是下礼拜 我看到一丝曙光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一开始跟各位讲 我说 艾斯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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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发科创新高 联勇创新高 金星科创新高 对不对 来 车友晶片不是缺货吗 好那缺货 好OK 那一旦 市场上认为 IC设计的缺货 可以得到舒缓 那么像这种形态的 一二月赚赢去年第一季 今年九块起跳的公司 你觉得 这个形态代表什么 你或许会觉得 老师啊 红啊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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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很闷啊 可是我告诉你 你买这个经验 起码 随时一个涨停板 就脱离你的成本 你懂我意思吗 我没有叫你追涨停板 可是 当IC设计 或是这些GEO股 重回主流怀抱之后呢 这里的压力 慢慢被突破 量滚量 如果下个礼拜 我跟各位讲 来一个这样子的大量之后 大概一万两千张以上 的大量之后 这张不就上去了吗 我没有在出大量 掌停板告诉你 我现在说下礼拜 它可能会涨 因为形态已经告诉我们了 而且 它本身在静电防务晶片当中 它已经是取得很大的成效了 它在达到车用这一块 难怪它形态很强 六四一一的经验 你看对不对 这一波月季线 你看 整理多久 这整理完之后 未来有机会再上 这月线 这季线 整个均线多多排列 这一补量上去之后 又是另外一段 所以我想 四月新标股你要跟上 至于这个股票更不用讲了 我说这个是大黑码 这个大黑码 这时候锁定的四月新标股当中 目前能见度最高的 能见度最高的 我过去很多股票我卖掉了 各位你也都知道 那些高价股 不然国际什么都卖掉 我们都不要讲了 那三月份的行情 我觉得到今天 已经到一个完美的据点了 下礼拜就是要买 四月份的新主流了 我都帮各位准备好了 好不好 想跟上我们四月新主流操作了 来 这档股票 把它带回去 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这股票涨上去了 你再打电话来 真的就来不及了 那时候才真的对自己不好意思 股票不要等到大涨的时候 才要问说 老师还可不可以买 不要 好不好 从这时候开始 做四月新主流 来 四月新标股 跟上我们操作 那我相信 我相信 下礼拜一礼拜二 会是最好的买点 当然来电 登机好 先登机 先通知 上去之后 先赚钱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另次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